大学时的一场恋情让她锒铛入狱 母亲突发疾病身亡 为了你 我是家破人亡 当初真是眼瞎啊 她出狱后 想找女友报复 却发现当年两人分手之事 另有隐情 是母亲棒打鸳鸯 逼得儿子进了监狱 还害了母亲她自己的命 兵事前嫌后 两人旧情复燃 不料这段恋情再次将她送入监狱 美追初恋两次获行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16年冬季的一个傍晚 在北方某城市 这天气异常的寒冷 饭店的老板娘小红 正像往常一样热情地 招待着每一位进店吃饭的客人 此时一个男子走到她的身边 开口说道 几年不见 别来无恙啊 小红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这尴尬的眼神中 还透出些许的慌张 还没等小红缓过神来 那男子却一巴掌 狠狠地打在小红的脸上 他冷冷地说道 为了你 我是家破人亡 这些年你音讯全无 原来在这里当老板娘 我当初真是眼瞎啊 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小红被这突如其来的 一巴掌给打蒙了 他只是用手捂着脸 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店里的服务员见状 赶紧把小红拉到了一边 并且拿起电话要报警 可缓过神来的小红却是身受阻止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说 没事的 你们去忙吧 我自己处理 别报警 说完这小红就拉着那个男子 出了自家的饭店 看到这一出 店里的服务员们是不知所措 满是疑惑 这神秘男子跟小红是什么关系 这个神秘男子名叫李强 是小红的粗烈男友 他们俩是在一所大学里边相识的 只不过这李强是在这个学校里边 读书的大学生 而小红只是在学校食堂里边 打工的外来妹 他们俩之所以会走在一起 完全就是一个意外的缘分 小红她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 这父亲常年患病 家里经济条件很差 除了小红以外 她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 全家都要靠母亲一个人 在操持着家务 所以小红她连高中都没有读 早早地就出外打工 李强很喜欢小红这一个 非常秀气而又坚强的女孩 她对小红是心怀着灵面和爱惜 李强总是尽可能地去接触她 帮助她 可是因为身份的差距 小红她每次看到了英俊帅气的李强 都觉得有些自卑 所以小红总是回避 可是爱情就这么奇怪 在你追我躲的过程中 这情感却悄悄地滋身蔓延 慢慢地小红终于敞开心扉 接受了李强 可是谁都没想到 原本在童话故事里边相恋的两人 却因为小红一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给落掰了 甚至从此就改变了李强的人生命 李强大学毕业后 觉得两人已经相处很久了 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 于是决定向小红求婚 并带她回去见了自己的母亲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就在见完母亲之后 小红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变化 更是给她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李强却发现小红对自己的态度 莫名其妙地变了 从当初笑容满面 到现在的满脸丑陋 似乎小红对自己很冷淡 不理不睬的 这让李强心里边很难受 每次李强都追问小红 究竟是为了什么 小红却是欲言又止 总是回避 在李强的再三逼问下 小红提出了 要李强给她二十万元的彩礼钱 否则两个人就分手 小红的这个要求 一下把李强给整蒙了 小红告诉李强 说她父亲病重 急需一大笔钱来治病 这无赖之下 她父亲在老家替她乡了一门亲事 对方答应 可以给小红家二十万元的彩礼钱 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她父亲治病救急 小红从心里边不愿意接受 可是父亲呢 却又等着这笔钱来救命 他没法眼睁睁地 看着父亲见死不救 所以小红要求李强 在一周之内 拿出二十万元彩礼 否则的话 他只能跟李强分手 去接受 那门他不愿意接受的亲事 小红的这个要求 让李强很抓狂 李强心里明白 别说一周内拿出二十万元 就是叫他一年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毕竟自己刚刚毕业没多久 每个月那点工资 除掉吃饭 租房 压根就没什么劫余 自己的家境也不好 父亲早年就去世 母亲把他拉扯长大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他根本没法向母亲开口要钱 再说了 就算自己开口去要 母亲也不可能拿得出嘛 在一周以后 李强依然是两手空空 他实在是早前无门 沮丧的李强发现 小红的手机已经无法联系 他急冲冲地赶到小红的住处 恰巧堵住了正在收拾衣物 准备离开的小红 李强一心想要挽留他 可是小红却告诉李强 说父亲病重实在脱不起 家里边吹得紧 为了家人 他只能跟李强分手 李强不想分手 但一时又拿不出二十万元彩礼 他不停地央求小红 再给他些时间筹备彩礼 但小红只是颜面哭泣 为了愁足彩礼 挽回这段恋情 李强做出让他后悔终身的举动 就在那一晚 李强垂头丧气地 从小红住处走出 他满脑子都在想 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搞到钱 为了挽留小红 李强必须在当天晚上 就要搞到二十万元 这急红了眼的李强猛难想到 自己单位的保险箱里边 现在就有二十万元现金 如果今天晚上 他能够借出来应个急 那就能够帮助未婚区小红 渡过这个难关 也就是挽救了自己的幸福和婚姻 想到这儿 李强的眼睛都亮了 因为从单位的保险箱里边 把钱拿出来 他是有这个条件的 以前李强曾经看到过 单位的出辣打开这个保险箱 当时他还悄悄地 记下了这个保险箱的密码 只要没更换 今晚自己完全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钱给拿出来 李强很清楚 从单位拿钱 这其实就是盗钱 可事到如今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为了小红 哪怕是铤而走险 那也得干 打定主意的李强 就这样偷偷地 溜回了单位去偷钱 这作案的过程很顺利 保险箱的密码没有换 李强很快就把钱拿到了手 可是因为当时李强太紧张 这不小心就撞到了 办公桌上的茶杯 惊动了单位首页的保安 最终李强是当场被抓 人赃俱获 后来李强因为这次盗窃 被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李强因偷钱被抓 当天就被关进了看守所 李强的母亲得到这个消息 突发脑移血 几天后就不幸去世 这让李强很悲痛 可是更让李强悲痛的是 自从他被抓 判刑到入狱的整个过程 小红都没有出现 李强一直给小红写信 可是每一回 这信件都是石沉大海 秒无音讯 几年后 也就是上个月 李强终于刑满出狱 在祭拜父母之后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小红 在李强的逼问下 小红说出了当初分手的真相 依照李强母亲的安排 这才编造了 所谓20万元彩礼钱的 这么一个借口 对于小红的解释 李强半信半疑 小红拿出了物证 这是李强母亲 当年写给小红的亲笔信 这信里面的内容 完全证实了小红刚刚的说法 得知真相后的李强 想要与小红重新开始 已经结婚生子的小红 还会和他在一起吗 每追初恋 两次获行 正在不出 李强经过多方打听得知 小红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边 已经结婚生子 还经营着一家饭店 这生活过得是有知有为 这个消息让李强心里边 很不平衡 所以他决定直接上门 去羞辱小红 他要发泄自己压抑多年的情绪 于是这才发生了 我们节目开头 找上门的那一幕 话说当时 在饭店门外 愤怒的李强 抓住小红的手 大声地质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无形无异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怎么会去坐牢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看着李强愤怒的神情 小红是一边哭泣 一边不停地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那天根本就不知道 你会去偷钱 更不知道 你后来还判了刑 在当年 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和你分手 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彩礼钱 而是因为你的母亲 面对李强的羞辱 以及咄咄逼人的追问 小红终于说出了 当初分手的真相 当年正当小红 沉浸在被求婚的幸福之中的时候 这李强的母亲 却偷偷地找到小红 李强母亲恳求小红 要离开李强 李强母亲跟小红说 她说李强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为了这个儿子 他没有再婚 这孤儿寡母生活得很艰难 好不容易李强在大学毕业了 可没有想到 儿子李强却要找一个家庭条件 如此困难的姑娘 李强母亲觉得 如果他们要结婚 那今后就得背上 两大家子的老落病产 这肯定没有出头之日 所以李强母亲苦苦哀求 说如果小红真的爱李强 那就应该为李强好 让李强去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不是嫁给李强去拖累她 说到动情深处 李强母亲还跪在小红的面前 恳求小红可怜可怜她这一个 为着儿子自私的母亲 在随后的几天里 李强的母亲天天来求小红 就在这个时候 小红父亲旧病复发 她是靠着借钱治病 这才挺了过来 无情的现实 让小红有了清醒的认识 她思前想后 最终含泪 答应了李强母亲的要求 为了让李强彻底地断了念想 达到长痛不如短痛的效果 这小红就依照李强母亲的安排 这才编造了 所谓二十万元彩礼钱的 这么一个借口 当时的小红根本就没有料到 李强是会为了彩礼钱去盗窃 更不知道李强会判刑入狱 因为在当天晚上 小红就离开了他所在的城市 删除了一切跟这城市之间的联系 所以小红根本就不知道 后面发生的这一切 李强把自己的不幸都归咎于小红 却发现母亲才是始作俑者 对于这一切 李强还是不敢相信 难道母亲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小红很理解李强的怀疑 他让李强等着 每一会儿小红就回到家里 拿出了一封书信交给李强 这是李强母亲当年写给小红的亲笔信 这信里边的内容 完全证实了小红刚刚的说法 这些年来 李强一直震恳着小红 认为是他害的自己是家破人亡 可没想到 这整个世界的始作俑者 竟是自己的母亲 是母亲棒打鸳鸯 可最终却逼得儿子进了监狱 断了前程 还害了母亲他自己的命 这世袭的真相 比李强想象的更痛苦 他不停地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 嚎啕大哭 哭了好久 慢慢释怀的李强 这才抹干眼泪 他拉着小红 把他抱在怀里 动情地说 这么多年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我母亲太自私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吗 被李强紧紧抱着的小红 很不忍心 但是又坚决地推开了李强 小红明确地回答 李强 我们回不去了 我已经结了婚 还生了孩子 怎么可能和你重新开始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你忘了我吧 原来 当年回老家的小红 通过相亲 认识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厨师 马国华 很快 他们就结了婚 这婚后 小红夫妻俩开了一个小饭店 不久 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很幸福 这一切都让小红 已经忘记了过去 也慢慢地放下了 对李强的那份爱 面对这样的结果 李强现在也只能是 一声叹息 沉默不语 小红对李强 说了一些安慰和祝福的话 就借故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双方互相留了电话 就此离开了 出狱后的首次见面 消除了两人之间的误会 曾经的初恋 如今已误事人非 本该归于平静的两人 却因几个月后的一个电话 让他们的生活再起破烂 那天晚上 小红的餐馆刚刚打烊 他突然接到了李强的电话 可让他诧异的是 这打电话的并不是李强本人 而是派出所的警察 原来李强晚上酗酒 醉倒在路边 警察从他的手机里边 翻亲属电话 发现小红的手机号码 被标注为亲人 所以这才打电话过来 通知李能 小红急匆匆地赶到派出所 等李强清醒以后 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出来 送回到了李强的租赁屋 在那狭小的租赁屋里 小红看着李强那曾经英俊 意气风发的脸庞 如今却满是沧桑 这让小红有些心疼 小红知道 其实他在心里 一直都爱着李强 他想安慰 却又不知怎么开口 李强流着泪 握住小红的手 把他揽入怀中 泪一夜 在爱情和道德之间 小红顺从了爱情 小红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爱情里 似乎已经忘记了 自己以为人妻为人母了 这欲望的大门一旦打开 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可就在李强跟小红 以为可以这样长久偷欢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怀孕 却让事情被抖了出来 小红与李强的婚外情 因意外怀孕被丈夫知晓 他是决定要把这个胎儿打掉 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李强 他怀孕的时候 李强得知后 强行带走小红 并以死相逼 只见李强拿着一把尖刀 架在他自己的脖子上 还听到李强在不停地央求 要小红离婚 回到他的身边 小红丈夫的突然出现 又会让李强做出怎样的反应 没追初恋 两次获行 正在播出 就在这段时间里 小红意外怀孕了 这让小红很紧张 要知道 小红的丈夫 马国华 他一直在外地筹办新店 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 现在小红怀孕 那这明摆着就有问题 更为糟糕的是 就在前几天 丈夫马国华 突然没有打招呼 就回到家 马国华在床头的抽屉里边 发现了小红怀孕的检验单 这所有的一切 都没有办法隐瞒 面对丈夫马国华的逼问 这愧疚的小红 把他跟李强发生的过往 一五一十地 讲给丈夫听 小红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本以为自己都已经忘却 是昏了头 才情不自禁地犯了错 他也觉得很后悔 小红一再请求 丈夫马国华能够原谅 并且表示 他自己也一直在纠结着 与李强的关系 最终 他是决定 要把这个胎儿打掉 因为小红他想回归家庭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李强 他怀孕的事 面对主动认错的小红 并且在小红的再三保证下 马国华最终选择了原谅 第二天 小红在马国华的陪同下 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此刻 小红深深地感受到了 丈夫对自己的爱 这后悔不已的小红 暗暗发誓 自己必须跟李强 一刀两断 不再来往 话说这李强 一连好几天 都没有联系到小红 他这心里边 有些不祥的预感 焦急的李强 每天都是借酒消从 这又过了好几天 李强就收到了 小红发来的分手短信 看到小红发来的分手短信 李强顿时如坠病觉 自己好不容易燃起的 希望之火 难道又要被浇灭 这伤心的李强 他一口气 灌下了一瓶白酒 然后醉醺醺地 找到了小红的家 他很想知道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 这正巧当天 小红的丈夫 马国华不在家 这保姆刚刚一开门 李强就直接 冲进了小红的房间 李强是痛哭流涕的质问 小红你为什么 又要分手 而且他还不停地 拉扯着躺在床上的小红 这保姆见状 赶紧上前致死 保姆开口说道 你是什么人 这坐月子的人很虚弱 你不知道吗 你这样子 我可要报警了 坐月子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李强才注意到 小红的床上 放着一张流产的手术单 李强明白 如果小红流产的话 那这流掉的 肯定是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几个月 只有自己陪伴在她的身边 此刻李强觉得 小红的心怎么这么狠 这一边和自己分手 一边就打掉了自己的孩子 李强是越想越气 他不由分说 拉起小红就往外走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直接把小红就给带走了 惊慌失措的保姆 赶紧拨打马国华的电话 这几分钟后 马国华就赶回来 马国华听说 有个男人 拉着小红走了 马国华立即就明白 这个男人 应该就是李强 焦急的马国华 立即按照小红 前两天 所告诉的 李强租赁乌的弟子 打了一辆出租车 就赶了过去 这刚刚走到门口 马国华就透过窗户 看到了让他诧异的一幕 只见李强拿着一把尖刀 架在他自己的脖子上 这隐约间 还听到李强在不停地央求 要小红离婚 回到他的身边 否则他就要自杀 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小红 他还在旁边不停地劝着 看得出小红他很在乎李强 这让马国华是又心疼又嫉妒 眼瞅着 李强跟小红两个人的情绪 那是越来越激动 马国华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性 原本他还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可现在他只能选择报警 就在这个时候 马国华看到屋里的小红 好像马上就要晕倒 这让他再也忍不住 马国华一脚就踹开房门 直接冲了进去 他一下就抱住了虚弱的膝子 马国华想赶紧把小红带走 可是他这个举动极大的刺激了 已经歇斯底里的李强 李强上前要推开马国华 而马国华却紧紧地抱着小红 这两个男人就这么拉扯着 小红怎么劝都劝不住 最后马国华用力把李强推倒 抱着小红就要离去 恼羞成怒的李强捡起了 掉落在地上的尖刀 对着马国华的后背 就是一阵狂刺 失去理智的他 也不知道刺了多少下 这一切的争执 随着马国华的倒下 瞬间就凝固了 看到被刺倒地的马国华 李强的酒醒了一半 他满手鲜血瘫坐在地上 而小红也悲痛地失声大哭 直到随后赶来的警察 才把他们带走 倒地的马国华 很快被送往医院 可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几个月后 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 对李强提出指控 并认为李强是累犯 应当从重处处罚 说到这儿 也许有观众朋友会提出疑问 究竟什么是累犯 什么情况下会构成累犯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讲的法律知识点 一般累犯 所谓累犯 是指受到过一定的刑罚处罚 在刑法执行完毕 或者被赦免后 在法定期限内 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 累犯分为特别累犯和一般累犯 这十件中最常见的 就是一般累犯 依照刑法第65条的规定 要构成一般累犯 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 前后都是被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 第二 这前后都是故意犯罪 第三 前罪实施 执行完毕 或者赦免以后 在五年内再犯新罪 第四 前罪实施时 已经满了十八周岁 在本案中 李强刚刚刑满释放不到半年 又实施故意犯罪 这完全符合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 因此公诉机关的指控 符合刑法的规定 很快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 这一起本不应该发生的惨案 最终法院认定 李强构成故意杀人罪 且构成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 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得知判决结果的小红 她的内心痛苦而挣扎 因为一时的意乱情迷 世间这两个最爱她的男人 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此时此刻 小红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她多希望一切可以重来 可是她终究 要在悔恨中度过这一生 我们说 李强的母亲 以爱的名义 拆散了儿子的姻缘 也毁了儿子的前程 更失去了她自己的生命 确实让人唏嘘 而李强和小红这一对 原本相爱的恋人 当他们因为阴差阳错 被分开之后 却还要继续留恋沉迷 不能自拔 导致了偏激的李强 再一次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李强的这个行为 不但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终还连累害死了 无辜的马国华 这一切更是让人扼腕痛惜 我们常说爱情是美好的 但如果爱已成往事 或许放手 会是最好的祝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丈夫突然失踪 要债人纷纷拿着丈夫的借条上门讨债 玉巧一咬牙 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一百多万元 不久他又收到法院的传票 说他还欠银行一百万元 未归还 抵押贷款合同上 还有张玉巧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签字 莫名其妙的债务 都与失踪的丈夫有关 丈夫是去躲债还是出事 自己又该怎么办 还不清的债下期播出